一開始牧師叫我們先去安靜 然後叫我們去身邊問神 我們有甚麼地方 應該是可以給神去醫治的呢 在那個過程中 一開始我首先是安靜進入 我其實自己是比較慢熱的人 要多了少少時間去進入 但是在進入之後 然後神都讓我想起 我也想去問神 我一直以來都知道自己有很多地方 沒有很多 知道有地方需要去釋放醫治 但是從來就 可能有些時候自己 就算想安靜的時候 都很難去投入 甚至是都好像沒有答案 有些時候有空氣說話 有些時候會 但是上星期證明很同在 讓我可以敏銳一些雖然的答案 又敏銳到神給我 有一句說話 那句說話就是 小時候父母經常對我說的說話 但這句說話打出來 我又不太知道有關什麼事 可能他只是說了一句 其實他只是令我想起 小時候父母對我說 你是最大的一個 你應該要揹身的責任 就是另外一句 然後就 心裡已經有很多感受 但是又說不出 還有又哭不出 又說不出 然後就是 然後他就幾多年後 就叫姐妹與姐妹之間 去擁抱 兄弟兄弟之間擁抱 去到這個時間 就 在這裏插插我 先說一說 家裡的回應 那就是 家裡的背景 其實我是 最大的一個 那我就有一個弟弟 我是大姐姐 那就是 家裡的環境 就不算很富裕 那就是 有些時候都需要 分擔家裡的交往 出來工作 就分擔家裡的 財政狀況 那就是 有很多時候 再加上 可能自己和家裡之間 都有一些代溝 那就 和父母其實 建立不到一個 很 依靠那種關係 那我 變相 我整個人其實比較 獨立些 我又依靠自己多些 那 小時候 認識上帝的時候 就 有那種 依靠神那種力量 但是 去到人越大 那就 環境的轉變 令到我又 很 很容易 就 源以靠神 而且又 越來越少去 傾訴 又沒有什麼 空間 或者地方 或者人 被我去傾訴 我自己很少沒有這樣的習慣 其實最主要是 那就 令到我 最近 整個人 教的時候 就會是 很麻木 就是 對身邊 就算有任何事情發生 我也沒有什麼感覺 還有 就 習慣了去抑壓自己的感情 那 就 對很多人沒有感覺之後 其實有些時候 感受到 或者 理性就知道 應該好像要哭 或者 好像 應該要有些情緒 但是 又沒有反應 整個人 就是 整個感覺就是 哭又哭不出 那個又說不出 嘅又嘅不出 之類的 但是 上個星期 就 在性命的答應之下 那我就 有個姊妹 就走過來抱我 那 只是說了 她說了 就是 第一句就是 告訴我 對不起 然後就說 她之後就是 我的 父母 說 我沒有盡好 她代我父母 就是告訴我 我父母 沒有盡好 這個 做父母的責任 然後就告訴我 說對不起 然後我就 一聽完這個 就狂哭 雷奔了 已經開始 然後 就是 身裏應該是很感動的 其實是 因為已經哭到 說不出自己有什麼感受 開始有 然後就 然後就 只會哭 然後就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有很大的釋放 其實 因為 裡面其實應該有很多的 疲乏 困苦 其實 分享不到 跟家人 但是 他們又知道 他們是辛苦的 所以 一直以來 吸收到壓力 但是 很緊張 就是 上帝永遠知道 我們的痛苦 和需要 即是 我沒有跟任何人去說 或者 甚至我連上帝都 也不懂得說的時候 但是 但是 仍然 懂得 去知道我身邊的狀況 和他很清楚知道 我那個 即釋放的位置在哪裏 那 這個很感謝主 因為 上帝真是 無所不知 無所不就 無所不能 他也很清楚我們的需要 那 雖然 上個星期 這樣的釋放 好像還沒做 美青草裏面的照片 但是 但是 都 感謝主 就是因為 他開始 恢復著我的情緒 我感受到的就是 這個就是 上帝這次大的改變 雖然是一小步 但我相信 未來會有更多 更大的工作 在我的裏面 那這一章 我要歸給上帝 感謝主 感情封閉 都怕不到 就是 有這個情況 感情封閉 大概我想 五六年吧 有 可能有 我自己都沒有很粗略地估計過 是 即是在這個過程中 神就將你 這麼多年的封閉 好像打開 對嗎 逐少逐少 因為我比較慢言 是 那就是神 這個是神 醫治他的心 失去的那種感覺 而神再一次 醫治 恢復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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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在那邊 我們 無查 吧 我們